一头非洲象拥有了霸王龙的大小 战斗力能有多强 狮子犀牛这种猛兽在他眼里堪比重制 连美军的精锐部队都被他瞬间团灭 但这种几乎只能用导弹摧毁的史前怪物 竟然被一个男人徒手杀死 拔掉象牙砍断象腿 剩下的肉做成了烤串 他就是拥有地表最强生物之称的男人 范马勇次郎 同时还是我们本次的主角范马任牙的父亲 这让任牙从小就拥有了远大的目标 终有一天要超越自己的父亲 为此他努力修炼 终于在刚满18岁的那年 成为了远近驰名的最强高中生 这一天 一个名叫年川的小学生来到了任牙所在的高中 他颤颤巍巍的向学校里的不良少年挑衅 派你们最强的人和我打一架 没想到不良少年反而神色凝重 今天傍晚在多摩川 世界上最强的人会去找你 如果敢逃你就死定了 傍晚时分任牙如约出现在了河边 这可给年川差点吓死 他去挑衅高中生 本来就是被霸凌胁迫的 如今不会真的要和肌肉凶贵对打吧 没想到任牙却显得非常认真 狮子薄兔上用全力 我不会手下留情地 被打飞的年川在河中摔了好几个跟头 没想到任牙却向他伸出了手 你竟然能扛下我的全力一击 那我们就是好兄弟了 但还没等成为朋友的两人聊上几句 一名壮硕的军官就打断了他们 他名叫史翠登 隶属于美国军队 他将勇次郎单杀巨型大象的故事告诉了任牙 任牙文言立刻兴奋了起来 这代表老爸认为我有资格挑战他了 但史翠登上尉却显得如临大敌 你见过谁家父子大家的破坏力 等同于两个国家开战的呀 但任牙可不管这些 他只求地告诉史翠登上尉 为了打赢我爸我会不断叫人打架升级的哟 任牙叫人打架的方式非常离谱 强大的拳击手都会和假想敌对战 任牙也不例外 但他因为精神力过于强大 甚至能将想象中的敌人在现实中投射出实体 年川一眼看了出来 这不是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铁人麦克吗 幻影麦克完美复刻了铁人麦克的战斗力 一记精准的上钩拳竟然将任牙打飞了出去 任牙竟然也被想象中的敌人打出了鼻血 但他却完全不在意 一记鞭腿就将幻影麦克彻底KO 毕竟和世界冠军对决也只能算是热身罢了 想要打赢勇次郎 这点强度的训练还远远不够 任牙将年川带到了自己家里 他给对方展示了存放于地下室中的最强敌人 竟然是一只螳螂 任牙认为狮子老虎大象这种生物战斗力强 靠的是自己庞大的身躯 但昆虫能拖动比自己重七到八倍的猎物 如果它们拥有和猛兽相同的体重 那战斗力将完全碾压任何生物 所以任牙训练的对手 就是一只假想出的重达一百公斤的螳螂 随着想象逐步展开 年川看到任牙对着空气竟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接着他就被凭空甩到了墙上 更让任牙不可置信的是 强大的任牙竟然被假想敌死死压制着 对着空气见招拆招打得好不热闹 但这也让任牙逐渐能够看出敌人的样子 那是一只宛如史前怪物般可怕的大螳螂 任牙用出了击败幻影麦克的鞭腿 但这对螳螂并没有任何作用 他反手一击就将他打进了房顶 这样任牙想通了一个道理 螳螂的脑袋里基本没有大脑 打击头部并不会产生和人类一样的脑震荡 而大身体又因为坚硬的外壳无法破防 于是他该打为锁 但无论是他钳制住螳螂的脖子 还是想用反关节剂掰断他的镰刀 都会被螳螂强大的力量瞬间反制 被狠狠地丢在墙上 撞得头破血流 进攻的接连吃饼 让任牙决定改变招式 他想起中国古代曾有一种名为螳螂拳的大法 于是他立刻有样学样 利用坚硬的指头直打螳螂脆弱的脖子 接连的攻击取得了效果 距离的疼痛让螳螂产生了畏惧 战斗也在这时走进了尾声 在任牙的机连攻击下 螳螂的幻象渐渐消失 碎裂的墙壁也随之恢复如初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任牙这种有趣的训练法 被使随东上尉转告给了勇次郎 此时的勇次郎 正在时速20公里的游泳池里游泳 他在听说了任牙与幻影螳螂的战斗后 大笑着拆掉了自己的椅子 勇次郎认为 近花水月般的假象战 对真刀真枪的残酷战斗毫无庸出丢 任牙显然也懂得这个道理 他为了积攒更多的实战经验 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绑架了美国总统 绑下总统的他既不要赎金也不要权利 只是来到附近的酒店请总统喝了杯咖啡 并要求总统 请把我关到亚利桑那州立监狱 这给总统也整不会了 像这种要求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 亚利桑那州立监狱 又名黑色五角大楼 里面棍押着全美最穷凶极个的罪犯 绑架总统的任牙轻松如愿与长 典狱长也对他的进入方式咄咄称奇 立马就将他引荐给了任牙此次的目的 监狱头号罪犯 世界上最自由的男人奥利巴 跟随着带路的预警 任牙穿过层层安保 终于来到了奥利巴的牢房 门后的世界让他大开眼界 奥利巴对任牙的到来表达了欢迎 他蹲监狱其实完全处于个人兴趣 连典狱长都表示 如果奥利巴想越狱 那谁都拦不住 任牙入狱的原因 就是想将奥利巴当成自己的升级包 说着就一拳打了过去 但奥利巴不仅用脸揭下拳头毫发无伤 还轻松地表示 别着急嘛 这所监狱里有4070个凶恶的囚犯 想要我的命 你得排队呀 奥利巴不想和任牙打也是有原因的 他下周就要和全监狱第二强的人对决 你如果连他都打不过 还是不要想着挑战我了哟 说着便将任牙分到了第二强者的牢房中 来到牢房的任牙见到了一个熟人 竟然是铁人麦克 任牙以为麦克就是全监狱的第二强者 没想到麦克怂怂地表示 我在这所监狱连前十都算不上 同牢房的另一名牢者也赶忙表示 想睡觉吧 吵醒了第二强者有你们好受的 第二天一早 任牙在屋内见到了一名身高接近三米的军人 难道这就是第二强者吗 二先生对任牙的到来表示了欢迎 但任牙的眼神却冷了下来 是不是只要我在这里打败你 我就拥有挑战奥利巴的资格了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囚犯 狱警命全体犯人排队点名时 他不仅可以自由活动 还大摇大摆地顺走了狱警的烟 甚至还能公然抢走警察的配枪 并将他顶在对方的头上 如此嚣张的行为 狱警不仅不敢管 还要假装无事发生 二先生浮夸的作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爽 其中就有这名刚进监狱不久的相扑 他认为 只要我打败了二先生 那监狱老大岂不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为此他主动发起了挑衅 徒手便将少字掰成了叉子 面对对方的狠活 二先生也露了一手 铁质的勺子在他手中软如橡胶 这可把相扑气坏了 当场现桌子提出了决斗 相扑的作死行为 让他得到了对决的机会 二先生带着他来到了监狱中的篮球场 他们要在这里举行一场相扑比赛 二人站在球场中心环抱在一起 对决开始 面对低自己一头的二先生 相扑用尽全身力气 竟然完全抬不动 二先生回了他一巴掌 立刻就打破了相扑的耳膜 接着他拔下了几根头发 将它们在手中碾成了钢针 破裂的耳窝让相扑失去了平衡感 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他想爬起来还击 却再次摔倒 眼见胜负已分 二先生悠哉悠哉的 拿走了狱警的一根烟 但相扑就没那么好运了 被齐软趴硬的玉井一枪送上了西天 这场战斗让任牙彻底见识到了二先生的厉害 他打算将对方也安排为自己的经验包 但还没等两人动手 他就因违反规定私自说话 被关进了小黑屋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任牙的那名老者寓友打开了房门 他是来送饭的 老者一边为任牙吃饭 一边和他聊起了二先生 二先生与胜牙的父亲勇次郎 以及监狱老大奥利巴 三人同属于美国重点监视的对象 军方卫星必须要随时掌握他们的行踪 只要有一个人的时速超过了四公里 美国就会立刻进入战备状态 而二先生为什么会如此令美国重视呢 是因为他其实是一名总统 二先生原名凯巴尔 生于南美洲的一座小岛 21岁前在岛上干着海盗的营生 但他在劫掠的过程中发现 美国的有钱人总是将他们的岛民当成奴隶 资本主义的强权压迫让他决心独立 于是靠着祖父传下来的武术 训练出了一支技术高超的暗杀部队 他将这支部队安排到了世界各地单人卧底 其中就有人混入了美国总统的贴身侍卫 战力超强的侍卫轻松就拿捏了白宫的安保系统 同一时刻 凯巴尔也单枪匹马杀进了总统的家中 他以总统七二的生命为要挟 成功为小岛赢得了独立 而如今他之所以会身处这座监狱 是因为他也想挑战全监狱的最强者 世界上最自由的男人奥利巴 没过几天 任牙就从小黑屋里出来了 这一次他被分到了劳改农场 与他一起干活的同伴竟然是铁人麦克 麦克兴奋的告诉任牙 下个月我叫出狱了 我要重回拳击舞台 拿回属于我的冠军 任牙对他的目标表示了支持 但有人却不这么想 原来拳击史上曾发生过罪犯出狱后夺冠事件 这件事对拳击的收视率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国际拳击协会因此想要阻止麦克的付出 主席甚至向监狱拿出了200万的捐款 只要让麦克不再能够打拳就可以了 拿人钱财的典狱长立刻找来了手下最强的大手 三位一体的三胞胎 嘴巴三兄弟 接受任务的三胞胎在广场上堵住了麦克 按理来说论单挑 重量级拳击冠军麦克肯定不会输 但三胞胎的配合就像唇齿蛇一样精妙 是正面有人打脸 侧面就有人半腿 一个人逃跑引起麦克的注意 另一个人就在背后偷袭踹头 三人不将武德的群殴 让麦克应接不暇 只能一头躲进墙角 以防腹背受敌 但这一招并没有实质效果 三胞胎靠个三角杀打成了冠军的防守 被轮番破防的麦克彻底丧失了抵抗能力 在三胞胎的残忍的攻击中昏了过去 此时三胞胎只要挑断麦克的手部击剑 任务就算完成了 但一根凭空出现的小风车 却阻止了他们 这代表一名靓仔正在干来的路上 二先生就以这么个奇葩的姿势 强行插入了战局 三胞胎立刻对这个不速之客 摆出了围杀之阵 但二先生却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他先是拉开裤裂尿了对方一身 接着原地躺平 淡定地表示 你们要不爽就揍我呀 这种奇怪的要求 让三胞胎没有留守 斜根狠狠地朝他的脸上招呼了过来 被暴揍一顿的二先生 却像没事人一样震了起来 只见他脱掉上衣 在狂风中将泥土抹在了自己的脸上 三胞胎健壮再次摆出了三地板围杀之阵 对着二先生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被二先生捶飞的三胞胎之一 万如阔麻布般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这恐怖的破坏力 将他的一名兄弟当场吓尿 另一名兄弟也失去了战斗力 配合亲密无间的嘴巴三胞胎 被二先生仅仅一击 就彻底破解了 逃过一劫的迈克 向二先生的帮助表达了感谢 但二先生洒脱地表示 咱们一个宿舍的 向后帮忙是应该的嘛 任牙也想向二先生提出决斗申请 但他们房间的大门却在此时被一圈锤开 来者竟然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男人 奥利巴 这是全监狱最强的两个人的首次见面 二人免不了一阵商业互吹 奥利巴赞许二先生为了人民而战 并表示自己也是为了别人而战的 那个人就是他可爱的宝贝女朋友 逐渐肉麻的话题让任牙有些听不下去了 抬一把钻住了两人的脖领 并霸气地表示 打架的目的就应该只是打架 不要掺杂任何场外因素啊 下一秒 他就被奥利巴和二先生联手打肥出去 撞在乌尔的栏杆上当场昏死 没有任牙的搅局 奥利巴继续诉说着自己对女友的爱意 他爱女友已经爱到 只要是女友老家生产的手帕 他都能从那上面闻到女友的味道 奥利巴还将手帕伸向了二先生 二先生也毫不客气 一口老痰就吐在了手帕之上 这可把奥利巴气炸了 拿着心爱的手帕哭得内叫一个死心裂肺 看来这两类强者的终极之战就快要来了 囚禁着四千多名重刑犯的监狱 今天竟然一个预警都没有 更奇怪的是 没有一个犯人选择趁机越狱 他们都聚集在广场上 因为今天可是全监狱最强的两个男人 展开决斗的日子 二先生从一侧缓缓走进了广场 他的手中紧紧握着一只瓶子 另一侧的通道也在此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世界上最自由的男人 奥利巴竟然扛着一只巨大的双人床来到了现场 躺在床上的正是他沉浴落雁碧月羞化的宝贝女友 别看玛利亚现在长得胖 其实人家当年也是一个倾国京城的美女 因为生病吃药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奥利巴对这位女友相当惩溺 无论是他催自己口水 还是用酒瓶烟头扔自己 他都不会生气 奥利巴今天带女友来到现场 就是想在他面前好好显摆自己的实力 只见他稍一用劲 全身的衣服就发生了爆裂 奥利巴本人来到了二先生面前 衣服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二先生也不慌多让地打开了手中的瓶子 那一刻他感受到了狂风与大海的波涛 这是他岛上最弱小的孩子 在飓风中为他收据的雨水 二先生称之为勇气 和上瓶子后 二先生将自己的头巾摘了下来 他提出了一种古老的决斗方式 双方各握住方巾的一脚进行护殴 中途放手的人便是输家 奥利巴欣然同意了这项规定 二人双双握住了头巾的一脚 战斗在此刻开始 二先生率先发起了攻击 接连几拳直打奥利巴的灭门 竟然将他庞大的身躯 打得向后倒了下去 只见奥利巴游刃有余地表示 我只用大拇指和小指就能捏住方巾哦 奥利巴的傲慢让二先生决定剑朵偏锋 他将几根胡子碾成了钢针 朝着对方的眼睛就射了过去 趁着奥利巴吃筒的功夫 冲上去就是一气得势被摔 奥利巴倒是在半空中找回平衡安稳落地 但他的手也从捏着方巾变成了紧紧抓住 二先生趁机接连发起攻击 一边打一边羞辱奥利巴紧握头巾的行为 连玛利亚都在一旁嘲讽到 哼 打得真逊 惨遭拧有羞辱的奥利巴感到了无限的羞愧 为了找回面子 他竟然将手帕轻飘飘地放在了掌心上 面对对方的挑衅 二先生作祟的自尊心让他有样学样 两个男人就在这种情况下展开了斗殴 此时一阵腰风吹过 为了防止头巾被吹飞 两人甚至合作拦住了头巾 这种形势大于异异的行为 看得任牙之大哈欠 他决定给这两人打一记鸡血 一样看女友为偷嫁的奥利巴人都傻了 他立刻损开了头巾 就打算将人牙抽筋剥皮 没想到 玛利亚反而训斥起了奥利巴 两个大男人为了所谓的男子气概 玩那个破手帕 真是荒唐呀 怪不得这孩子都看世着了 打架就应该以打倒对方为目标啊 女友的训斥 让奥利巴单若目击 二先生趁机一通连招打破了他的耳膜 接着就打算用头发丝扯断他的耳窝 但奥利巴却在这一刻醒了过来 我是要用胜利为玛利亚带来快乐的呀 奥利巴用尽全力的一掌 直接将二先生派进了墙里 一气制胜的奥利巴回头便找上了任牙 他竟然向对方表达了感谢 原来任牙的行为取悦了玛利亚 女友开心是他眼中最重要的事 就在周围囚犯都在为奥利巴的胜利欢呼时 趴在地上的二先生突然轰起了歌谣 只见他缓缓爬了起来 用泥土在脸上画出了可怕的纹路 接着便一脚将奥利巴踹飞 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二先生用一发上钩拳打向奥利巴 没想到却被对方更快的一掌抓住了脸庞 接着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接连遭受中创的二先生被打出了回忆杀 他想起了自己受压迫的可怜子民 我为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战败啊 重新站起身来的二先生 轻轻指了一下奥利巴顺利的衣服 一直站立着的燕尾服突然倒了下去 没错 这就是二先生的终极大招 众所周知 武术家需要以地面为支撑点发力 只要支撑物找得好 谁都可以发挥出极其强大的力量 而二先生的能力 就是让他的脚星和地星直接相连 奥利巴让你尝尝这颗星球最坚硬的攻击吧 一击过后 二先生好像看到了所有囚犯都在为他喝彩 美国总统亲自向他道歉 连地表最强生物 犯马永次郎都对他表示了祝贺 如此美满的结局 让二先生产生了不真实感 这一定是在做梦吧 有没有 被一拳中到地里的二先生这次彻底输了 奥利巴则掌上了人牙 他轻松地表示 虽然二先生的地心拳很强 但也不是我的肌肉的对手 因为奥利巴一直在抑制着自己的肌肉 他如果将所有肌肉释放出去 那他们将瞬间冲破奥利巴的皮肤 将整座监狱移为平地 这也是为何他拥有170公斤的体重 体脂率却只有区区5%的原因 如此可怕的对手 让人牙打算当场应战 谁知道奥利巴却向他鞠了一躬 很抱歉 现在的时间我要用来陪女朋友啦 毕竟我这身肌肉可是为了保护他而恋的哟 大战结束的第二天 二先生通过地道越狱了 他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小岛 找上了阔别已久的子民 大家一同聊起了家常理短 而他在临走前 为奥利巴夫妇留下了一封信 信封里装着一张小岛上发行的货币 这意味着他向对方发出了邀请 有空就来我的岛上坐坐吧 人牙也承接下来了二先生的遗志 二先生二的意思是 关不住的男人二代 人牙打算在今天继承这个名号 只见他在点名时一脚踢翻了预警 在所有囚犯的欢呼中 大摇大摆地展开了业异 经过一番冲杀 任牙在大门口见到了拦路的点鱼掌 以及六名装备精良的枪手 但身陷重围的任牙却显得游人有余 只见他一抬手 点鱼掌的墨镜就碎掉了 同时还从六名枪手每人身上摘下了一颗钮扣 任牙淡定地表示 你们现在随时都会被我杀死 所以请你们乖乖听我话哦 于是滑稽的一幕出现了 一名空手的囚犯竟然劫持了多名持枪的人质 挟持着点鱼掌的任牙轻松走出了监狱大门 关不住的男人三代就此诞生 就在点鱼掌为任牙重新戴上手铐时 奥里巴也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出现 关不住的男人一代和三代之间的碰撞 即将在此刻正式搭向 暗无天日的小狠屋里 一名巨汉面对被刑剧锁住的少年 竟然拉开裤帘 尿在了对方的脸上 谁知惨遭羞辱的少年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用极其扭曲的笑容嘲笑着他 呵呵呵 这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男人吗 行为还真是有够幼稚的呢 任牙轻密的态度让奥里巴心情烦躁 回去之后是茶不思饭不想 连名贵的老酒都无法让他感到快乐 典语长指出 是任牙越狱的行为让你产生了危机感 毕竟奥里巴和二先生能够随意出入监狱 是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容小觑 而任牙可是靠实力走出的监狱 这让他在犯人中人气颇高 奥里巴的权威因此受到了威胁 这个结论让奥里巴冷哼一声 哼 那好啊 既然如此 我们就打一架吧 通知美国总统和各大电视台 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他被我揍扁的样子 奥里巴人烧的战役正中任牙下怀 他不顾双手被刑拒束缚 主动在小黑屋中向奥里巴挑衅 一击鞭腿直踢下巴 甚至嚣张地表示 我绑住两只手都能打败你哦 凶猛的穿墙一击 预示着奥里巴也进入了状态 只见他已用力 燕卫夫再次留在了原地 任牙健壮 也决定全力以赴 他主动让双臂脱臼 将绑在背后的双手掰到了前方 接着用胸肌夹紧上臂的动脉 大拇指音缺血逐渐变戏 轻松从刑具中滑了出来 重获自由的任牙一拳打向了奥里巴 没想到手腕却被对方死死攥住 不止如此 奥里巴将任牙像毛巾一样甩了起来 先是将他高高抛起 随后用一技尖撞顶着任牙连续贯穿了好几刀墙 但这还没完 奥里巴又将任牙扔在了钢铁座的牢门之上 致命的铁拳将任牙和牢门一起轰飞到监狱底部 追杀到下层的奥里巴扎起了任牙的脚腕 将他重重砸在了地上 地面因此留下了一个深达30公分的恐怖大坑 这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男人奥里巴的全力一击 但受此中创的任牙不仅没有丧失战役 反而还感觉到了失败 那甜蜜的痛感让任牙的大脑兴奋了起来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丰富融化了 我好像瘦了 任牙感觉自己变成了水铺满全场 但下一秒他又恢复尸体一跃而起 这样周围的预警眼睛都直了 他们看到任牙背部肌肉竟然组成了一张鬼脸 这就是任牙的终极大招 无限增强力量的背部 鬼背 开启鬼背的任牙眼神变的灵力 面对肌肉上青筋爆起的奥里巴 任牙只用了0.1秒 就将它击倒在地 这奥里巴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果然是泛马家的小鬼 手部速度甚至超过了大脑纯束信号的速度 但你的这一招不会再对我有用了 因为我也留了一招必杀技 出现在面前的人肉球 让任牙差点惊掉了下巴 他一脚踢了上去 却立刻就被弹了回来 一旁的预警看着这个球若有所思 他曾见过奥里巴对肌肉堪称魔术般的操控力 如今处在肌肉包裹下的奥里巴 就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面对防御力拉慢的对手 任牙也有一招应对之策 人类的关节之间存在着类似避震的缓冲电 他们为了保护骨骼会紧力削弱拳头的威力 反之只要控制好这些缓冲电 甚至稍加训练的武师都能徒手劈碎铁球 这一招叫做钢体术 钢体化的人牙一拳打在了肉球奥里巴身上 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钢铁撞击声响 但任牙的拳头却被奥里巴一把抓住 巨大的肉球也在这时缓缓张开 任牙竟然被这颗肉球丸吞了下去 在几秒的筋骨后又被吐了出来 奇幻的经历让任牙露出了被玩坏的表情 我开始怀疑肉球内部奥里巴到底做了些什么 看着接近昏死的任牙 胜券载物的奥里巴嘲弄的说道 差不多该投降了 但任牙却淡定的表示 这场战斗只有死一个人才能结束哦 任牙轻蔑的态度让奥里巴十分生气 再次用出了无解的吞噬 但同一招并不能对胜刀士使用两次 只见任牙的指头狠狠捅入了奥里巴的鼻孔 喷不二出的鼻血证明着 奥里巴无敌的球体树已经被破解了 重新拉开的两人决定抛弃所有技能 用护鸥来终结这场战斗 铁人麦克却在这时战了出来 他大声地告诉任牙 千万不要喝足足中你一百千克的奥里巴比护鸥啊 你会被打死的 但任牙淡定地表示 我知道啊 但这值得一试 重新开战的两人再也没有留守 你一拳我一拳地展开了殊死搏斗 过于残暴的战斗 甚至引来了全亚利桑那州的秃鹫 连一旁观战的预警都脱帽之意 在鬼被加成下的任牙 宛如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无论受多重的伤 都会在下一秒十倍甚至百倍的偿还 奥里巴也头一次被打得连连败退 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男人 要数个一名亲自己一百千克的少年了 户后中 任牙将奥里巴逼到了墙边 用一记头锤将他狠狠砸入了墙里 接下来就是终结一切的最后一拳了 打穿墙壁的任牙看到了无限的光明 这座监狱再也没有人能关得住他了 而被任牙打到昏死的奥里巴 也在此时徐徐转省 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玛利亚 他担心男友的安危 所以赶了过来 女友的关心让奥里巴满血复活 他一把将玛利亚抱了起来 并向玉京表示 召集典狱长和所有囚犯 我有事情要宣布 面对所有囚犯 奥里巴撒脱地宣布 自己输给了任牙 但他依然表示 全监狱最强者还必须是我 所以典狱长就拜托你 让任牙出狱吧 如果不从 我就带着这四千名囚犯一起约狱哦 在奥里巴的威胁下 任牙当场就被无罪释放 奥里巴甚至还派了一架直升机 一路保护他 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 泳次郎的耳朵里 而此能打败奥里巴 让地表最强生物十分兴奋 这对最强父子之间的战斗 越来越近了 而同一时间 克鲁拉多州某处工厂 科学家在地底701米处 挖出了一块 两亿年前的透明岩壁 里面赫然封印着一只人形生物 它就是来自 两亿年前的可怕生物 猿人皮克 而至于任牙与皮克 泳次郎等人的战斗 就是下一季的故事啦 泛马任牙第一季的剧情 至此结束 任牙的原作可以说是 格斗类漫画中的佼佼者 但本次TV版的改编 有些不尽人意 大量回忆传插在大戏之中 造成了本盖人的地方 割裂感非常严重 哎呀 真的是相当可惜呢 希望下一季有所改善吧 在泛马任牙之前 还有两部任牙的故事 大家还想看吗 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管姐 我们下期再见咯 MING PAO CANADA